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世处世间修学的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孝道 中国传统的文化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而大乘佛法也是以词为根基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很快的就能被中国朝野所接受所欢迎 它是有道理的 在佛家修行 诸位都知道 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 十大道场 十大道场 不是学佛的人 未必能说得出 可是四大名山 几乎人人都能到处 这四大名山 第一个就是安徽的旧华 第二是浙江的葡萄 第三是山西的舞台 第四是四川的五美 诸位必须要记住 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 而它代表的有甚深的意思在里面 大乘佛法修学的下手处 就是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 地藏它是表发的 就是表示修学的理论与方法 地是说的大地 一切众生 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我们人也是动物之一 一切的动物 决定不能够离开大地而生存 大地生长五股杂粮 来养这些众生 地下有无尽的宝藏 佛以此来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 佛说心性就像大地 所以称之为心地 心地 心地里面 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 无尽的各能才艺 总而言之 一切的无量 都是我们心性本来具足的 所以用地藏 来表示 那么这些宝藏 是埋藏在心地了 就像这个 金银的 这些矿物 埋藏在地底下 如果我们不把它开发出来 这些矿石 价值 就很波了 如何能把它开采 以令 使它成为 西式之珍宝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心地里面的宝藏 要用什么方法 去开采呢 这个方法 就是 中国古无神先行 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一口同音 主张的小道 由此可指 孝道与思道 是开发心地宝藏的 一把钥匙 因此 佛法的修学 就是从孝尽处下手 孝尽 达到了极处 那就是 圆满成佛 由此可指 整个的佛法 无非 就是一个 尽孝而已 这是我们 要认识的 我们应当 有这个概念 中国的文字 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 相信之下 我们的文字 特别的 殊胜 这是 我们古老的 祖先们 他们有真实的 智慧 创造 发明 这许许多多的符号 文字就是一个符号 用这种工具 这个符号的工具 将他们的智慧 将他们的经验 传递给下一代 千年万事 永远传递下去 而不会变质 诸位想想 这是一个 了不起 伟大的 发明 可以说 这个 这个 世间 中国外国 所有一切 发明 比不上 这个殊胜 中国 文字的 结构 大致上 有六个原则 我们称它做六数 所谓 相形 会议 那么孝字呢 是属于会议 就让你 见到这个符号 你去体会 其中的含义 这个符号 上一半 是个老字 下一半 是个子字 集合成一体 在称之为孝 这个意思 可以说 相当的明显 诸位 看到这个字 就知道 上一代 跟下一代 是一体 这是笑话 如果上一代 跟下一代 脱节了 这就是 现在 我们在外国常常听到的 有所谓 代沟 代沟 就笑就没有了 笑里头 没有代沟 这个意义 很深 诸位 要用心 去体会 这个上一代 还有上一代 过去无始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无始 无终 是一体 这个意思 神 如果我们只讲父子 只讲祖生 这个一体 这个意思 请 这个范围小 而实在讲 他的本意 他的真意 是无由穷尽的 从时间上说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是一个真体 从空间上来讲 所谓 静虚空 变化界 也是一个真体 这才是 这个符号 所含的 真意 儒家 有这个意思 但是说的 没有佛法 说的清楚 在佛门里面 特别是 大方光佛 化眼睛 可以说 把这个孝子 说的 灵力 透彻 华言 也承认 虚空 发界 无始 无终 是自己的 本体 是自己的 心性 因此 静虚空 变化界 一切 一切众生 有情众生 也好 无情众生 也好 有情 我们今天 称动物 无情 我们叫它 做植物 矿物 跟我们自己 是同一个 生命体 所以佛在 华言上 才说 情与无情 同缘 终止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 哪一天 修行 成佛了 你观看 静虚空 变化界 所有一切众生 都成佛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正是 大臣经上 所说的 静虽心断 心 是能变了 境界 是所变了 虚空 法界 是境界 境是所变 能所 是一 不少 这个是 很深的 教义 很不好懂 但是 它确确实实 是四十点 正下 那么 由此可知 不到 成佛 这个孝道 就没有能够 做圆满 可见得 这一个 法门 真正是 根本 法门 任何一个人 修学 都要 从这个地方 下手 关键的三福 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修学的根本 第一句 就是讲的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孝养 孝养父 这个是修学的根本 无论是 世法 或者是佛法 你要想在 一生当中 获得 殊胜的成就 就看你的 根基 够不够 深厚啊 现在 这个时代 这个世间法 我们 我们 孤且不论 我们是 出家人 细细观察 这些 出家 修学人 无论 无论 在街门 或者在行门上 都比 古人 逊色 太多啊 为什么 会有这种 现象呢 那就是我们 忽略了 基础的 修学 也就是 孝亲 尊私 的 修学 所以我们的成果 比古人呢 就差得 太远 太远了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孝敬 要怎么 修法 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 问题 这是 教育 根本的 问题 我 如家 讲的 不少啊 佛法 讲的 更多 他们 确确实实 有 共同 之处 那就是 教学 佛法叫粗舌 儒家讲的是叫鹰海 叫小海 这个事情是有它的难处 做父母的人 总是说不出 要求儿女对自己要尽孝道 这个话说不出来 那怎么办 一定要有第三者教导 第三者好说话了 所以教孝亲是老师的事情 而老师对学生 说你要知道尊师宗道 这个好像也很难起构 也说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这个短事情一定要父母劝导子弟 要教他了尊师重道 由此可知 一个健全的教学 圆满的教学一定是父母跟老师密切的配合 这个教学才能够受到圆满的成效 以孝道而论 这是老师的责任 老师要教学生 懂得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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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孝的道理 就是刚才讲的 孝道是 静虚孔变法界 是一个整体 不能分割的整体 一分割 怎么个分割呢 在这整体里面呢 你生起了妄想了 你生起了分别了 你生起执着了 就把这个整体分割了 分割之后啊 那个境界就不好了 你看没有分割的境界 叫一真法界 这是佛经里头常说的 一真法界是一个整体 分割之后啊 就变成十法界了 实际上这一分割了 把这个一真法界 就分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了 而无量无边呢 很难讲啊 在教学里面非常不方便 所以老师 就把无量无边的境界 把它归纳 归纳为十大类 各位要晓得 这个十大类 是分割 变形出来的境界 这个境界 不是正常的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 有佛法界 菩萨法界 深文法界 原觉法界 下面有六道法界 这个六道是天道法界 修罗道法界 人道法界 再往下面去 出生过鬼地狱 就分为这个十大类 这个十大类 是反常的 不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离开了孝道 先要明白孝道的暴力 然后要懂得孝道的刑法 也就是我们要怎样下属 从哪里做起 这一点 世出世间 圣人 所说的完全相同 儒家 叫我们从孝顺父母 下手 释迦牧尼佛 也是叫我们 孝养父母 做起 你看这是 世出世间 的圣人 他们 从来没见过面 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印度 他们的看法 说法 竟然是一致的 竟然是一致的 这也许 就是 言语里的所说的 英雄 所见 大略相同 也许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教育 教育 最根本的教育 就是教肖 教你 孝顺父母 孝灵 最要紧的是 顺 我们懂得 孝顺这两个字 孝是讲理 是讲这个道理 我们刚才 乐乐的说过 顺是讲四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能够 随顺 父母 这个理念 就有难处了 儒家 佛家 都讲到 你的父母 受过良好的教育 正知正经 那你随身他 一定得意 假如你的父母 没有受过好教育 贪诚迟慢 烦恼习气 很深 很重 他对你要求 对你期望的 都是不如法的 那么 我们也能随身吗 这是不是个问题呢 是的 可是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法呢 反而是一个顺 不管父母 有理无理 你都要能顺 顺的理念呢 不是感情的顺 是充满智慧的顺 高度智慧的顺 你愿满智慧的身 这才是这个行门上的功夫啊 行门里面的原理原则 孔子 孔子 说道 孔子 孔子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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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这些书的人 都知道啊 顺在年轻的时候 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 过世的早 过世的早 她的父亲啊 又娶了一个继母 继母啊 孔子 生了一个小孩 就是孙的弟弟 于是 这个继母啊 私心很重 爱护她自己 亲生的儿子 而对于 孙呢 就是 她先生前妻 这个小孩啊 种种的虐待 而孙的父亲 智慧也不高啊 处处 听从 她后娶的 这个太太 于是 孙的生活 就非常可怜了 孙悟 那是 有意地 虐待她 她的父亲啊 随从 后娶的这个太太 于是 也是 也是 虐待 这个秦夕 所生的儿子 所以她的处境 就非常艰难 以言语造作 动之 有意地 也就是 处处都是错 错 没有一桩事情 是对的 于是 于是 这个 以言行举止 漫游月桩啊 能够叫她 父亲跟后母啊 满意的 她虽然是 一切 委屈 顺从 都做不到 这个父亲 给 继母的 欢喜 但是 她的弟弟 不错 弟弟 对她 很好 常常 帮助她 解决她的 危难 那么 顺也 非常聪明 这个的确是 有智慧 以高度智慧 来顺从 逆境的 顺从啊 父母要陷害她 把她放在 一个井里面 这个井是个 酷井 她犯了错 放在这个 井里面 把她关 关在这个里面 把她喝买 可是顺 早就料到了 恐怕将来 有这么一天 所以她 预先在井里面 挖了通道 通得去了 早就想到 所以 许许多多次的 置她于死地的 她都能够 避免避孤 父母 父母对她这个样子 她还是尽要 尽孝 一切都是做 得到 灵力相当 广大人的赞叹 然后得到 摇望 那时候的过往 摇望听到 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笑死 真正是难得了 把她请来 见了面之后 这谈话非常欢喜 知道她的情况 摇望 把两个女儿 嫁给她 把王位 传授给她 她的父母 从此就回心转意 这才叫笑道 父母再 愚痴 也要把她 转过来 才叫尽孝 夜半人 遇到这个环境 早就立家出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 她不是没有能力 甚至没有智慧 不是没有能力 她立家 能活得了 她也能 串得出 一番大事业 为什么 就是为了 帮助父母 断卧修善 帮助父母 能够回头 她能够帮助她父母 就能够帮助社会 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遇到为什么看中孙 就看中这一点 选她出来做过军 一个人的福报 所以中国人讲孝 决定不会忘了圣王 她这个孝道 真的是 金天地 祈归神 孝养父母 这佛教给我们的 那个羊跟顺的意思相同 这个意思都很深很深 羊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 也就是说 父母的生活 齐居 要常常关心 要常常照顾 这样就算是静孝了吗 未必 父母物质生活都缺乏了 还有精神生活 也就是说 一定要帮助父母 常生欢喜性 这是静孝 父母虽然物质生活不愁 可是精神不舒服 不愉快 常常还有烦恼 还有忧虑 这是做子女的不孝 那么他的忧虑 烦恼 充满你来的呢 无非是人事无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 细说 说不尽 居家生活 熟悉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哪里能说得尽 只能举几个例子 希望大家从这个例子里面 去推广 然后 你自然 就觉悟了 佛家讲了 你就会开悟了 比如 父母 父母 儿女多 总希望着一家和睦 欢欢喜喜 互助互助 这个家就兴亡 家和万事兴 如果兄弟不和 您说父母 悠不忧虑 兄弟姐妹 都是父母所生的 在父母眼里面 是平等点 环游 这些轴离之间 这是外来的人 儿子娶了媳妇 媳妇是外来人 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生活环境的背景 意识形态 也许 多少不相同啊 女儿嫁出去 那些女婿 也是外来的 这些外来 现在变成一家人了 如何建立共识 如何消除 各个人 也能够向一家人 和睦相处 互助互助 你父母才欢喜 这是一档思细 我们有没有想到呢 譬如 现在我们在这社会上常见 报纸上 传播媒体上常见 为了增多财产 兄弟姐妹 不和 万万为这些事情 反目成仇 你说做父母的 难过不难过 一流这个财产呢 反而不留的好啊 这是大不笑话 再说 儿女在童年的时候 做父母在年轻童年的时候 你一上学读书 你的功苦不好 父母操心了 你不尊敬老师 不听老师的指导 父母忧虑 你跟同学相处不合 常常吵嘴打架 处处度教父母 担忧操心 这不是小道 这个是不小道 学业完成了 踏进社会 你有一份工作 你有所事事 在社会上 你会由上司领导你 你会由同事 辅助你 如果你对于你的上司 不尊敬 不接受领导 你的父母忧虑 对于同事 不能和睦 不能互相 合作 你父母 能安心吗 如果你是一个小单位的主管 你还有几个部署 你不能常常照顾他 指导他 你的父母 也会把这些事情挂在心上 这就是不孝 由此可知 这个孝道 礼是圆满的 落实在四项上 也是圆满的 无由穷尽 真正行孝的人 齐心动念 都会想到父母 父母不在了 还想在心头 父母不在了 那父母在 有些人不在了 他就不担忧了 我们就可以随便 去造作了 不可以 父母不在 也如同父母在面前 一样 父母之恩 终身不忘 不仅是祭祀的时候 祭神如神在 神就是祖先的 我们世俗间是祖先的灵魂 不论他 有什么有 必须 有这一个理念 想着父母 常常在身边 常常在 看着我们 一举一动 都要规规矩矩 不能有故事 有故事 就令父母 忧心 养父母之心 让他 长生 欢喜 那这样 也就能算是 敬孝了吗 未必啊 那还有什么呢 父母之志 一动不动 父母对你的期望 你要不能 大到他的期望 你的孝道 就不圆满了 希望呢 有一些 可以从名字里面 得知 但是 现在人 这个七名字 跟中国 古人 不一样 古人 这个七名字 离不开 中法的制度 姓名 这个 名字里面呢 一定要显示出 辈分 所以中国人呢 名字是三个字 当中这个字 是他的辈分 这个不能改 内后一个字 实在讲呢 就是 父母对于 这个小孩的 期望 你能不能 在这一生当中 所作所为 明福 其实 那父母就 欢喜 现代人 没有这个观念 你看 很多 我们 台湾同胞 给这个 儿女 起的名字 都起叫 外国名字 这个在 古时候 那是笑话了 为什么是笑话呢 父母大概 希望这个小孩 将来做外国人 不要做中国人 这真是什么话 这个与 孝道 完全相违背了 太离谱了 换句话 是不爱国家 不爱宗族了 去当外国人了 这个是大笑话 但是 现在 大家 对于 命名 父母 对于 儿女的 期望 实实在在 是 跟中国 故人 有很大 很大的差距 可是 学佛 那就又不一样 学佛 如果父母 也学佛 子女 也学佛 那 父母 对于 这个 儿女 希望他 将来 做福 做佛杀了 如果他 学佛 将来 不能做佛 不能做佛杀 你想想看 他都失望了 这一点 养 父母 之之 于是 我们就明白了 父母 对于我们 有很大的 期望 在中国 古代 父母 对儿女的 希望 不是 希望你 做大官 发大财 实在讲 他不希望 这些 希望你在 社会上 做好人 做好事 希望你 成圣人 成贤人 所以中国 古时候 杜书 志在 圣贤 杜 圣贤 志在 圣贤 圣贤 他代表 什么意思 在佛门里面 佛菩萨 是神贤 佛是圣 菩萨 是神贤 他代表 的是 什么意思 可以说 世出世间 名称 并不一样 代表的意思 非常接近 儒家 讲君子 讲贤人 讲圣人 这个是 儒家教学里头 等于说是 三个学位 像我们现在 这个 一般学校里面 学士 摄士 波士 三个学位 可是 如佛讲的 这个 三个学位 这个意义 无限的声光 不是现在 学校里 这个 三个学位 能够相比的 这方法里面 阿罗汉 菩萨 佛 这三个学位 学位是平等的 人人可以拿到 但是 生活 不相同 不一定相同 工作 不一定相同 可是 都拿到这个学位 你比如 儒家 君子 君子 可以种田 可以做农夫 君子 可以经商 可以做商人 君子 也可以从政 做公务员 仙人 圣人 也佛如是 圣人 可以做 正知灵修 仙人 可以做 他的 辅佐 同样一个道理 在佛门里面 阿罗汉 阿罗汉 可以 实现在 各行各业 菩萨 也在 各行各业 我们在 华业经上 看到 四十一位 法神大司 大菩萨 不是小菩萨 你看 以男女 老幼的身份 从事于 各种行业 他是 菩萨了 如果他经商 菩萨上人 他做工 菩萨工人 他开 集成片 菩萨司机 他从政 菩萨公务员 所以要晓得 志在 圣行 意义 就完全不相同 那么 老师对学生的 希望 跟父母 没有两样 老师 希望 学生 成圣 成解 老师 希望 学生 成菩萨 成佛 你才能 真正 为社会 为大众 造福 哪一个 闲人君子 哪一个 佛菩萨 是自私自利的 是为个人的 所以 教学 教育的 目的 在此地 培养一个 大公 母子 学己 为人的 圣行 圣行君子 度佛 菩萨 这样 笑到 才达到 究竟 圆满 你的 父母 看到儿女 做菩萨 做佛了 他开心了 所以 我们要懂得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这心 就是情绪 养父母之志 志 达到 究竟圆满 真的是 成佛 所以 你纵然是 到等着菩萨 环游一品 无名 美婆 你的孝道 还欠一份 一定要成 究竟圆满 佛 孝道才 圆满了 由此可知 整个佛法的教学 没有别的 就是这一个孝道而已 今天 时间也大了 我就简单跟诸位 介绍大词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